好,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们已经把Amazon Work的设计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们怎么真的把它做 就是怎么真的把它应用起来 怎么把它真的应用在分类上面 所以这一节课里面讲理论讲的比较少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操作 好不好,在操作 所以你要把上次的MainLab打开 上次我们写了Code,继续用它 好,那你在做分类的时候呢 在做分类的时候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Output比较七层 假设我上礼拜大概有稍微讲过了 假设我现在有三类 那我的Output就是三层 如果我有四类,Output就是四层 如果我有十类,Output就是十层 如果有十六类,Output就是十六层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假设我们第一类的话 好,我们讲过了这个呢 一类 假设我们现在是第一类 那它的Output就是什么 一零零,对吗 那如果它是第二类 那Output就是零一零 这样,等等等,那下去 好,这就是我们Output的设计 那当你加上这个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应用在分配上面 好,所以你看我这边有写一个 这一个Y1 hat Y1 hat就是类神经 Y1 hat 我们希望我的Y1 hat要接近它真正的Y 那现在真正的Y只有两个子可以选择 不是零就是1,对不对 不是零就是1 好,那Y2 hat也是要很接近Y2 Y2也不是零就是1 YL hat,你看这边是L L就是Number of Classes 就是你总共几类 假设你有3类 L就是3 4类L就是4 那这些值都是在01之间 有在01 不是01之间 不是0就是1 是0就是1 好,那既然要它的Label不是0就是1 所以我们在分类里面 比较好讲到 在分类里面最常用到的就是我们的 Lognormal这个函数 对不对 Logistic那个函数 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用IRISDATA来当我们的实验的资料集 那IRISDATA在第一类 这是第一类 第一类是什么 第一类是SETOSA 对不对 在这里 那在SETOSA 那在SETOSA这里呢 它的Label就是什么 就是100 那这边为什么这里是2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2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2 因为它是第二个点,对不对 可以吗 好 里面那个小I是指第几个点 可以吗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对哦 好 下一个呢 这是QIHAT 53 QIHAT 53 为什么是53 因为SETOSA到50 对不对 SETOSA到50 51 52 53 对吗 那53就变成是DULA D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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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 对吗 好 好 这就是我不喜欢在这里 这个 对 好 再来 再来呢 接下来呢 就是 SETOSA 是Versicara Versic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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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Versicara 然后呢 它的Label是 01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然后把123的这个Label 换成 100 010 001 对不对 好 你要换这个 需要自己换吗 不用 Millabot 帮你想好了 所以这些你要记下来 所以你在旁边这个的时候 不一定是在这一码做通告 有时候的你会在理性 他的领域会用法 但是他一定就是用法 就把123换成100 010 001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它有一个指令叫做 index to vector 就是你要把index 1234 转成vector 向量 那既然可以转过去 那当然可以 转回来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另外一个转回来 Vector to index 这样可以吗 转回来 好 我们来写一下 看看怎么写 好 好 我们打开Millab 这个 那Vedex 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上次的那个code 好 这是我们上次的code 对不对 那在上次的code 我们前面一开始 我先教你们 你们把下面 全部mark起来 好不好 这是上次的code 吗 我有点怀疑 对吧 好 上次我们乱连的那一个 我弄弄看好不好 我弄一下 是上次那个 连得乱七八糟的那一个 诶 对不对 我上次那个code 有没有 连得乱七八糟的 好 我们就打开那个code 好 打开那个code之后呢 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把到close all底下 全部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按右键 有一个叫做 command 就是把它变成注解 这样它就会全部都不见 可以吗 好 来再看一次 好 把上次那个code打开 从这一个 net开始 全部选起来 按右键或者按ctr 加r都可以 这里有一个叫command 把它全部command 把它全部command 起来 这样它就会全部不见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先把下面全部command 起来 那command 起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load feature iris 所以呢 我们就load feature iris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按roll 这时候变成 只有把iris load进来 可以吗 好 load feature iris 好 好 如果您已经知道 怎么做的同学 我们上次有讲过 你的iris进来之后 我要把iris 切成两个部分的来 切成手 圈顶跟testing 看 对吧 所以我要把iris 切成圈顶跟testing 好 好 那怎么把iris切成圈顶跟testing呢 还记得吗 我们要用什么 一个要先抓住它的level 对不对 我们要有 chain 跟test 对不对 test 然后用的是什么 close close 这个指令 有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 括号 我们现在要把一半拿出来当testing 一半当testing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hold out hold out 然后呢 用什么 用species 用它的类别 来帮我们挑出一半是chaining 一半是testing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来弄弄看 好 弄完之后呢 它就会把你的chain跟test 算出来 来 试一下这一段 来 来 你在跑出过东西 在哪里啊 就是 我还记得我的手配到 所以是我不好用 这是我配你的手来一辆阿姆 这是什么字 我怎么在讲啊 哈哈 哈哈 可以 好 那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赌签计在过 跟testing在过 对不对 好 我们要赌签计在过 testing在过 testing 我想试一个啦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试试看 我想试一个 我们刚刚那个叫做 index 对不对 index就是12345 把最整个下掉 对不对 我自己没有试过 所以有点想试试看 我要把这个 这个species不是index 它里面是谁动卡 谁动卡 对不对 我自己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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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把这个 然后换成一把 然后换成一把 对 我想试试看 你可以先试试看 哦 我不知道它是如何有 因为我不是 我是刚刚我有想到 好 再来一把主 testing sample testing sample 好 来 试试看 所以接下来要有 诶 我们先试一下好了 不然等一下做了半天做不出来 对不对 好我们来试一下 有一个指令叫vector to index 有没有 我们把这个species 把它跑跑看 看它会跑出什么 诶 不行 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 数字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不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不能够用species 所以我们要先把 label先换成什么 换成group 对不对 可以吗 你还记得怎么换成group 吗 来 我们先定一个叫label label叫做什么 叫做group to index 对不对 然后把它的species 把它放进来 好 这样你就会发现 来我们拉过来看一下 你看哦 我们的本来的species 里面是 一堆setosa tesota 对不对 setosa 然后这下来是不是car 它相对的label是什么 好 一二二三三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写到这里 我下去看一下 这写的字就是这样 臭臭臭臭 好 谢谢观看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拆Chaining Sample 跟Chaining Level 的 好了 怎么拆呢? YESC 所以呢 我们的Chaining T-R-A-R-N Chaining Sample SAMP Chaining Sample 就会等于 我们就是把什么 M-E-A-S M-E-A-S 里面 Chain 的部分 拿出来 今天键盘怎么看啊 Testing Sample 里面就是把 里面的 Taste 的部分 拿出来 然后 Chaining Level 就是把 Label 里面的 Chain 的部分拿出来 做法都一样 你会写可以自己写 这几天的雷有点恐怖 然后他让我做了很多白工 我家的顶我会滴水 然后 每次上去扫完水 我想说就可以涂防水 谁知道我一扫完 他就给我下答应 我一扫完他又给我下答应 好 所以我跑完了之后就有 Training Level Testing Sample Testing Level Training Level Training Sample OK 就有这几个 不要写错哦 Chain 的后面是Chain 然后Testing 的后面是Testing 不要写错 所以我真的做了很多白工 所以我真的做了很多白工 礼拜六把水清完了 然后礼拜天回家的时候 礼拜一早上去看 哇 好棒 那个 积水地方会漏着 地方大概会干 我就给他撒了一点房 结果 礼拜一 别很吓他 我昨天 昨天回家去看 然后铁子搬动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一套 好伤多 我们可以拿力子 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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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好 如果这个做完的时候呢 诶 我们内神机就可以开始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的内神机就可以继续做 好 比如记得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作业 所以我们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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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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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下面就可以打开了 对不对 下面就是我们上次的 neural network 那个很奇怪的 内卧可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它全部打开 好 这个view也就不要了 因为view它自己会跑出来 chain的时候就会跑出来 好 只是呢 我们现在chaining的时候呢 你注意这里哦 最后一行chaining的时候 我们要放的是chaining sample了 对不对 然后再放什么 chaining chaining level 对不对 好 你这时候去run 你会发现有错 来想一下 有没有能告诉我为什么有错 我们chaining不是把chaining sample跟chaining network丢进去就好了吗 怎么会有错 有没有能告诉我哪里有错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交的 我们上个礼拜交的时候呢 我们要放p跟y进去对不对 p是什么 p是00 10 011 对不对 这个 这个00指的是哪个点 这个00的呢 对吗 10指的是什么 这个10的呢 01指的是哪一个 是这个01 11指的是这里的11的呢 所以呢 它的每一个点 放的是 放成 尺的 对不对 还记得吗 但是 我们的 Iris data 如果进来 我们都喜欢把资料放成 狠的 你记得吗 Iris data 是狠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在kinkgo network的时候它放成直的 为什么kinkgo network它放成直的 因为它的设计是这样 因为它的设计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 S1 S2 S3 是直的 可以吗 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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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但是呢 在我们的统计的资料里面大部分 我们都把我们的恶的 在那中间 会不会变成直的 可以吗 那你怎么让狠的变成直的 怎么让狠的变成直的 不就加个转字就好了吗 好 如果 还是错 再想一下 为什么还会错 加一个让你们想 为什么还会错 我们刚刚有讲 对不对 在kinkgo network里面呢 我们的kinkgo 不能放一二再四 还要放什么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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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所以你要想办法 我打顛倒 index 2-bent 才對 錯 為什麼錯 學會看錯誤 他告訴你錯誤 你比Trudy Lego裡面就是1234 為什麼一直錯 你看他的錯誤 他的錯誤是你的 data is not a low vector 為什麼他不是low vector會錯誤 我寫下來 我上次那個t 看那個t不是0.0 d0 0d 0d 對不對 他相對一種關於什麼 啊 這是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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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label是一個 low vector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的train in label是什麼 train in label現在是指的喔 是11222 5分33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train in label 可以嗎 所以你必須要把 你這樣不是把 字條轉的嗎 字條不是轉的嗎 所以我們的label也要轉 才可以嗎 好 所以 來 label要就是轉喔 所以你看 如果這裡label轉 按enter 咦 就不會錯 你看這不會錯的 咧 就會跑出來 好 所以你看 我這裡放個轉就可以了 對不對 這裡 反制就可以了 好 現在這邊的會不會 啊這個怎麼跟我想像中的 不一樣 什麼叫做111 什麼叫121 什麼叫131 什麼叫141 什麼叫151 可以進去後面講這個 我講一下為什麼他是這樣做 我們來看喔 我們先在這個指令前面 我都一步一步做給你看了喔 你先聽完再做 我在這個指令前面呢 加一個夫 你先不要管 你等一下不用瞎夫我 好不好 因為metlabel現在已經寫到不用瞎夫我都可以跑 好 你看喔 我加了夫我之後 這就是我真的那一步對不對 我這個D0你是在打是什麼 D1類對不對 然後到這裡 010代表的是它是D2類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這裡的100是D1類 這邊都是D1類 這邊開始才是D2類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矩陣裡面有好多0 是吧 如果你有16類怎麼辦 每一列有每一行只有一個1 其他15個都是0對不對 那你這個矩陣有太多0了 太多0很佔空間喔 因為0就存在的記憶體上 會太大空間 那在數學上呢 如果有這麼多0的情況底下 我們習慣就用一個叫做spa smatch 什麼叫spa smatch 就是 我在記錄的時候 我不要記那些0 我只有 我只有記 飛靈的位置 可以嗎 那怎麼記飛靈的位置呢 這時候就要記什麼 坐標對不對 我要紅色給你看 這個是什麼 第1列的 第1桿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11 那就是記坐標 11他放的指是1 可以嗎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 12對不對 他放的指也是1 可以嗎 這個位置是什麼 是13 他放的指也是1 這樣可以嗎 他就是記坐標 所以這個位置是誰 最近到了第25了 所以這個位置是2 26的呢 可以嗎 他的放的位置是1 這樣我就可以把很多0都省掉 這樣可以節省我的記憶體 那 你如果你的演算法裡面 真的有出現很多0的 你就可以用spa match 你只要在你的矩正前面加一個spa 就可以回去 來我試給你看 你看 我現在這一個呢 我現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已經很多1跟0了對不對 這個ams 如果我在ams前面加上一個spa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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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 有沒有他就幫我存什麼 存坐標跟值的呢 11存是1 119是1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看到的是126對不對 226 2 從26開始是換2 226 227 228 這樣可以嗎 等等這樣下去 這叫做spa smatch 可以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現在要把這個label換過來囉 這個label你要寫成什麼 index to vator 對不對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剛剛講的要做一個什麼 轉字的動作 好 這次我來run 為什麼不能run tranninglabel tranninglabel input data size not match input tranning sample是多少的 75x4 所以是4x7 那這個怎麼不對 對 我知道為什麼了 來 run 還錯 來想一下為什麼 注意這裡 他告訴你說 input的size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input的size不對 本來的input只有什麼 兩個位置對不對 我現在在律師有什麼 花二的倉庫 花二的倉庫 花半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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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不是兩個 應該是四個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 我的output的label 不在是什麼 只有兩個 應該不在這裡一個 應該是123 三個對不對 對嗎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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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以你要改哪裡 想一下 再改兩個地方 上面兩個地方都改 想一下改哪裡 改哪裡 改這裡的倉 這裡有一個input size 我設2對不對 現在要改成什麼 4的倉 還有一個output的size 開始最後一個dale對不對 我改設1 現在要改成多少 3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把這裡改成43 這裡是3 這裡拿錯 改成哪裡 這裡是4 跟 這裡是3 好改完之後 這次我run 可以聽到 對不對 而且他很快就收斂了 來改這兩把 4跟 3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嗎 那你 我會算他的正確 哼 我管你 可以嗎 我 我講 你太熟悉了嗎 你上次就要打 沒有什麼 你再打 好吧 你把打 呵呵 你把打吧 可以跑慢 让你来一遍 上这一遍 我决定 你都会好吗 放在哪 然后我们上传给你 好 可以让吗?可以让的你让一下 我上传一下上这个档案 我们上传一条 我上传二条 我到刚刚 我上传一条 我上传一条 还未来 我下传一条 不可以让你的 看我 我下传一条 下传一条 我下传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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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条 上床 我放在哪里 桌面 嗯 这里一定要填 好 给我上产了 好 来 这时候你要先检查一下 你的performance有没有好 这样可以吗 要稍微检查一下 好 来 那我testing完了 它就来了 再来我testing要放进去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我testing已经跑出来了 那我testing跑出来了 我testing跑出来 是这一行方法跑出来的 跑完了之后 我testing要跑进去 好testing放进去 所以这时候我要调一下 testing放进去 这边打一个net 我就把testing sample把它放进去 好 仔细看哦 仔细看哦 我现在弄 咦 这个答案很奇怪 testing有几个 testing有75个 但是我怎么只有4个 没有转制 没有转制很好 这个地方不要忘记要转制 对不对 才会可以空 所以这个转 转 转完之后 testing跑出来哦 看后面起来还不错 看后面起来还不错 不错 可以吗 好 所以你要跑出testing 很简单 你做testing simple转制 在泡泡泡泡里面 就可以把testing跑出来 但是它跑出来的是什么 是 很难是 10.1 0.1 0.1 对不对 然后怎么让它转回去 1 2 3 4 才能比较 那可以吗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想要把它转回去 1 2 3 4 所以来 我在这个地方先用一个clays来接它 好不好 再交给你们 看下面补这一样 哦 你会不会把testing跑出去 跑出去做得比较 好转正确 刚才我们是把vdates变成collector的 现在我们要转回去 刚才就用collector变成vdates 好 那你什么时候要给我看过的呢 嗯 泡泡 你不是离开交戏 在泡泡 哦 不是这个离开 你是下离开 嗯 哦 那你怎么会有错 好 我说这个离开 是吗 看起来都不可能就是 你把这一条黏回来往下 因为黏了回来都不可以 铁这一条不能够 可以吗 有在跑啊 只是左一点 那你还可以跑完 好嘞 我们把它跑完 来 所以接下来呢 你看哦 如果我把我的class 来注意一下 我再弄一次给你看 好 我弄完了 来看一下我的class class在哪里 class在这里 它是什么 100的这一种情况 就跑这真大 那我应该要把它什么 我要把它的class 变成vector to index 对不对 然后把它放进来 class 好 这样子跑出来会变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 class 等于 run 好 现在run出来的结果是 再看一下class class都是 全部都是delay 可以吗 好 都是delay还不对啊 你要把它转一下 对不对 你现在是直的 对不对 狠的 你要再转回来直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再做一个转字的动作 可以吗 所以我再写一个place 等于place 转字 哦 这样才是回到我真正的 label 好 弄一次 弄完了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可以吗 那我这个这么差 你们看一下你们的会不会那么差 应该是不会吧 应该是我这个烂了一点 因为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你看我的walk 我的neural network 长得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它会比较差 你们用正常的 我记得跑过来 不会比较差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layer数增加 搞不好会有 每个layer里面的 那个neuron增加 搞不好就不会那么差 好 好 来试一下 哦 都是 额额额额 嗯 我要给你们试一下 但是我不想到看那么差的结果 我会不会把它翻一下 这样就 嗯 应该好多 诶 有一二个 对不对 不一样 只是效果还是没那么好 来 你试一下 你们试出来有那么耐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继续讲 好 所以我刚刚改了这里 我把这里改成 Chain LM 好 那其实这两个就可以删掉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就没有用了吧 这两个只是我解释给你 听要留着 我已经弄完了 就删掉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算正确率哦 正确率 我上次有教你们 就是把最简单的删法 就是ACC等于 class 对不对 然后你把你的class 跟你的什么 testing的level做比较 对不对 testing的level做比较 比较完了之后取 平均 没有打到没关系 这一行可以不要打 好不好 取平均 好 取平均完了之后呢 我从头到尾再弄一遍 好 诶 正确率有出来了 有没有 我的怎么那么低啊 你们的怎么不会那么低啊 奇怪 到底是不一样在哪里 好 好 那正确率出来了之后 来 接下来我今天要教你的是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算正确率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个东西的正确率好 快评估好不好 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叫CP值 对不对 CP值高的 这东西很好啊 Manager也有提供一个CP值 CP值的全名叫做class performance 好吧 这里你打了class之后呢 有一个 这打一个PE 有没有 class PERF class的performance 好 进来 进来之后呢 前面有两个 来注意一下 他 前面要放的是 你要弄清楚哦 前面要放什么 前面要放你的true level true level是谁 true level就是testing的level 可以吗 后面要放什么 classout classout就是你分出来的level 就是class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我可以在CP值里面 放什么 第一个放testing level 今天早上五点半就起来用水 看起来又没有效 class 好 那我用完CP值之后来 这时候再run一次 或者我直接run这一段 runCP 好CP run完之后 你看一下CP里面有什么 我打一个CP enter cp里面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帮你算好了 可以吗 他帮你算了什么 他帮你把level true level都算好了 对不对 可以吗 然后他要往下还有什么 点点点 还有 这边还有一个正确率 有看到吗 对不对 他都帮你算好了 这里有正确率 对不对 有正确率 他有帮你算错误率 所以你要正确率就用正确率 要错误率就错误率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敏感度 特意度 还有你的这一个 什么positive predict value 还有negative predict value 这些都帮你算好了 统计的该有的指标 都帮你算出来 都可以做比较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你来试一下 那如果我要 CP值里面 我要正确率怎么办 我打完CP值之后 我要正确率怎么办 你要用CP里面的 打一个点 然后按table键 会看到一个正确率 我记得是 正确率 一个是 error rate 是错误率 对不对 诶 正确率在哪里 这个 correct rate 这样可以吗 正确率 好 我再让一次 然后你们看一下结果 好 你们补一下这两行 所以今天教你了 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算正确率 好不好 用clays pipation proponus place proponus 前面放的是 true label 后面放的是 clays 就是跑出来的一种 然后 correct rate 这是你的正确率 还是哪里 较理的 你不需要 看在小学院 五个小学院 正确率 不是 现在是 特别的 画一辈子 造成 最大 一带 有点 你快点 扯动 还是 要 正确率 这个弯弯没有的 太难了 太难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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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但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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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